食肆旺有條件放寬每台人數的首個星期一 有酒樓負責人說生意額輕微上升 但沒有親節的訂座大不如前 未能夠確定相關措施對他們有沒有幫助 蘇敬華報導 食肆放寬限制之後第一個星期日 荃灣這間酒樓百分百樓面員工打了針 可以開市區,放了十四張六人桌 當然好些,八人桌更好些 即是一家大小都可以吃 尤其是現在,所謂母親節 可以容許這麼多人,一家裡是挺好的 要坐六人桌,指定動作是要掃安心出行 他沒有用智能電話 五個人唯有要繼續在B區四人桌分開坐 人家安心出行,我完全不安心 我寫字仔 我用那些電話是老人家的電話 不是的,怎麼安心出行 沒有這麼矯都沒辦法 酒樓老闆說,C區六人桌 在中午時間坐到九成門 但是更多人選擇坐B區的四人桌 生意額只是比之前輕微增加 將來要視乎客流量,適時調節B、C區的大小 門口貼出來的圖籍,一日至少要換兩次 這個為了你自己的營業幫針和為了你做生意上的問題 都唯有自己經理部便辛苦少少 一旦引領一些圖籍在這裏,隨時更改,連回出門口 實行了,就是第一個星期二 變成家人一家大小出來,變成多些人 但是我們都未能夠做到準則 要過多一段時間才知道 以往母親節,酒樓的訂座都會爆光 但是梁振華說,今年的訂座只有10張左右 估計生意額很難在短期之內回復疫情之前的水平 有線知識記者蘇敬華報導